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 9名中方员工失踪 其余人员已经撤离至安全的地带 他说中方正会同有关方面的来设法迅速的核实中方失踪人员的情况 并且展开搜救工作 欧洲足连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结束了新一轮的主席选举 普拉提宁挫败了77岁的现任主席约翰松 当选了新一届欧足连的主席 那么他将成为欧足连历史上第六位主席 欧足连此前还没有退役的著名的求学来担任主席这样的先例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昨天在两会小组讨论当中指出了 今年北京市政府将解决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 还有交通的问题 重点投资发展公益事业 北京目前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650万人 逼近了1800万的上限 1月25号 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化工公司呢 发生了毒气泄漏的事故 毒风呢 借着风势散布到了乡邻的工厂 导致大概有百名的员工中毒 目前呢 中毒者呢 已经在医院呢 接受了输液的治疗 其中四名中毒较身者呢 被转到了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来进行救治 那么目前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昨天上午辽宁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闭幕了 大会增选了12人为政协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立案提案是471届 有关经济建设的是最多的 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 副省长胡小华预计 到2010年 我省将会再造10个中等城市 有450万农业人口变成市民 城镇化率呢 将会提高到63% 今天呢 是午九的第一天 那全省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下降 今天水阳是晴 最高气温是零下二度 最低是零下18度 北风一到二级 明天呢 会略微的暖和一些 好的 进入下一个环节 今日看点 新闻早早报 今日看点 我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呀 打高尔夫球恐怕连想都不会去想 因为这是一种很奢侈的贵族运动 而在高尔夫球的绿营厂商却经常可以看到同为工薪阶层的公务员的身影 那这种现象您觉得正常吗 南京的高尔夫俱乐部推出的一种会员卡呀 个人卡价格最低是66万元一张 那么最高的是264万元一张 就算不办卡打一场球 那各种费用一算 平均一个人呢 没有一个1800块钱根本下不来 工作人员透露了说 公务员是他们很重要的客户群体 不光南京 有人调查过 在海南省高尔夫球场的2000名常客当中 不少都是党政干部 那么针对公务员热衷高尔夫球这样的现象呢 江苏省政协委员王宇时提交了一份提案 建议要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王宇时委员认为呢 说公务员参加打高尔夫等奢侈活动 很可能是有人为他们买单 很难说这不涉嫌受贿 因此呢 他在提案中建议了说 纪委监察部门应该对公务员打高尔夫球这现象 进行深入的调查 必要的时候 请检察机关从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名册当中来入手 调查高尔夫球运动员名册当中的公务员 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受贿嫌疑 网友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 网友真是纷纷的拍手称好 俱乐部经理说了 说我就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球场来工作 那么公务员呢 是我们很重要的客户群体 不只是为了赚钱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主动邀请 但是为了各种方便 还有就是俱乐部的形象 看网友晃晃说了 说去年韩国总理因为在错误的时间 与错误的人 以错误的方式打了一场高尔夫球 不得不辞职 韩国还特意制定了一个公务人员 打高尔夫球的规定以杜绝腐败 可见高尔夫真的不是公务员 应该随便就能够碰的 再来看看网友银尔是怎么说的 银尔说了说从高尔夫球会员入手 顺藤摸瓜 这个方法好啊 那以此类推呢 在其他奢侈消费上也大手大脚的公务员 我看呢也是应该查一查的 那为什么高尔夫球在我们国家会变得这么敏感呢 当然这还是由于我们国情来所决定的 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发达到可以说全民接高尔夫这样的地步 那这一点呢 为政的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当公务员潇洒的挥出这一杆的时候 也许一些本该严肃的权力呢 也就跟着被挥出去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早早报 下一个环节 反常行为 彩票开奖 说好直播 怎么延迟了八分钟 彩民怀疑这里边有奖 银行讨债 怎么用上非社会的恐怖方法 老师怀疑银行搞错了 上厕所 为啥还要带着身份证和护口感 这事不用怀疑千真万确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反常行为